我们从丽江到香格里拉的路上 到处都是险峻的山路和横断山区特有的风景 有着金沙江的陪伴 虽然海拔在不断上升 心情却也是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要去寻找的 就是石谷镇的长江第一弯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在云南丽江 今天我翻地图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丽江这边有一个长江第一弯 之前我们走过黄河之后 就对这种大江大河的第一弯呀 还有交汇啊都特别感兴趣 所以呢我就特别想去看一看 这个长江第一弯到底长什么样 今天咱们就一块去找一找 其实号称长江第一弯的地方可不少 但这个真正的第一弯 我们在看地图的时候 不难发现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长江第一弯的观景台了 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第一弯 都是在高处看的 结果这个第一弯的观景台是在第一处 能让我们更近距离的看到第一弯 还挺新鲜的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 从格拉丹东出发 一路奔涌而下 大体的方向呢是朝向东南 金沙江也充当了西藏和四川的结合 恰巧是在横断山脉当中的 按理来说因为山势的阻挡 金沙江在这个位置已经拐了很多个大弯了 但神奇的是直到云南境内 金沙江的流向都没有被改变 直到越过香格里拉快进入丽江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金沙江发生了第一次大的转弯 由原来的东南走向奔向了东北 一个天然的景观就在这形成了 长江在这个位置还叫金沙江 我们站在这个观景台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 长江第一弯呢 它在这块拐的这个弯是一个幽形弯 古人云江流到此乘逆转 奔入中原撞大关 在撞美的第一弯旁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有一片 在山间排列整齐的房屋 这里就是石谷镇 石谷渡口江面宽阔 水势缓和 特别适合百渡 所以说石谷镇是古代滇藏交通的要冲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相传在三国时期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 在此五月渡炉 公元1253年 忽必烈又在这隔囊渡江 不论是哪一场战争 都足以改变历史的格局 这个石谷镇的名字 跟一块汉白玉雕刻的古状石碑有关 相传这个石谷就是诸葛亮南征史五月杜鲁所立的 当时呢是为了震慑更靠西更靠南的部落 让他们不敢侵犯蜀博领地 在拐弯的这个位置 现在的江中间呢有一个江心小岛 是一个月牙的形状 跟现在的江水颜色搭配起来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当我们尝试把无人机一点一点的抬升 想要目睹整个拐弯的全景时 发现就算是无人机升高到极限 也很难看到长江第一弯的全貌 也由此可见这个拐弯有多宽阔了 在现在这个季节呢 我们看到了长江水 它就不是一种雄昏有力的状态了 而是一种比较安静 比较优美的状态 我们之前在九江呀武汉呀 看的长江水都是比较浑浊的 长江慢慢的流向大海的时候 随着一些支流的加入 它会变得越来越浑浊 整个长江第一弯的这个景观是非常壮观的 加上周围的山市啊 还有村庄啊 会给人一种非常原始古朴的感觉 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有机会 从丽江到香格里拉 或者从香格里拉到丽江 就不妨绕这十几公里来这边看一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